來自暖暖地內社區的三水草間 及三層鄉市 兩位在地青年推動地方小旅行 手作藝品 香氛產業 讓地方創生產業很不一樣 這個菜園子其實是我爸爸留下來的 那我為了不讓他雜草重生 那所以我回來之後我協同太太 我大概四年多從大陸回來 協同太太把這個地方打造成 是一個可以喝咖啡休閒的一個祕境 那因為太太她本身做手作 她做手作編織 像我們都在做編織 所以我們在裡面規劃一個手作教室 讓她來開課 然後做更多的身心的體驗 產品的話 我們這一次推出的像是按摩油 就是幫大家可以放鬆筋骨 去做一些放鬆舒緩肌肉的動作 然後我覺得這一次 就是很感謝電內社區 因為我們為了蒐集回憶 我們也做非常多的地方旅行 跟地方的活動 那就帶大家去從生活中 去找尋一些回憶跟靈感 那今年參加地方創生的計畫呢 就是透過產發出的協助 我們串聯了兩位返鄉的在地青年 山水草間還有三成鄉市 那我們串聯了兩位納入我們的產業 我們把他們的幼稚產業 加到我們的蔬氏產業裡面 我們進行一個執犯所的串聯 那我們也把小旅行的內容更加的豐富 基隆市政府舉辦地方創生 尋找基隆DNA 基隆跨域共生圈 成果活動 邀請112年執行的四組團隊 分享實作內容 鼓勵在地青年大膽玩創意 活絡地方產業 最在地的一個基隆創生的一個成果 在這邊展現出來 每一個這個DNA 都是我們基隆最在地的 能夠展現我們基隆的特色 城市發展 生態 文化等等面向 我想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之下 基隆創生的成果 一棒接一棒 絕對會越來越好 那我們這個基隆創生的好朋友們 包括議長也非常支持 我們的基隆創生的這個推動 我們可以預期未來 現在是兩年了 未來一定是可以越做越好 成果發表會上 市安府秘書長方定安 議長通知委 懲罰處長林鼎超 文化局長江廷梅 及議員陳冠宇 一同出席活動 用基隆方式象徵經驗傳承 過去幾年都在返鄉 他們基本上都是返鄉創業的一些年輕人 我想我們地方創生的用意 就是希望找到我們基隆城市 發展的歷史DNA 找到我們的文化背景 然後運用這樣的基礎優勢 讓我們的老城市 然後注入新火力 這是地方創生的一個主要目的 我想我們特別來肯定 我們市政府包含 產發處文化局 大家用心的一個合作 我想跨域的整合 也包含我們 去我們各局處之間的橫向聯繫 這邊橫向聯繫如果做得好 我想我們城市的發展 絕對會值日可待 越來越進步 我們希望利用過去的環境的改造 到現在應該注入一些新的靈魂 讓我們的商業繁盛 這是我們基隆共同的目標 基隆市政府為在地青年搭建舞台 現場還有青創市集 總計有25個攤位 包括伴手禮 藝品 點心及美食 讓民眾參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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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恩福產發處做青創最強的後盾 為基隆在地青年提供資源 導入青年活力 串聯DNA 鼓勵更多青年加入地方創生行列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還有沒有朋友需要拍攝照片的呢 鼓勵更多青年